欢迎回到今天可不可以看 我是gevin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的主持人 阿体 哈喽大家好 我叫阿体 好啦 他其实是我们的哲宏啊 但是 诶为什么要改名 就你知道 就是 我觉得我的仇家有点多 就是 用本名闯荡这个江湖嘛 我觉得有点危险 什么东西跟什么 什么 对啊 什么仇家有点多 明明就是你怕你 哎没有没有没有 反正就 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换个化名 也比较好 而且 你叫gevin 那我用一个本名 这样感觉我很low 不会啊 我还是会叫李林哲宏啊 哎哎哎 别别别 别这样别这样 好啦 好啦 今天回到我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来聊聊金钟奖好了 是 好 第一个是 我们都有看这些戏啦 有些蛮多戏是 都有上Netflix 然后或者说我们本身有买了串流平台 好比说 Catchplay 因为有买Catchplay 应该都知道说 蛮多公式的戏都会上Catchplay上面 有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嗯 有些戏算是蛮有质感的 我们今天来讲的戏剧啊 就是我本身有看 然后蛮推荐的 那我觉得第一部戏 就要讲 本届的 入围大赢家 天桥上的魔术师 这部真的很推 但我真的必须 我不知道 可能说我会根不足 其实我在 一开始看这部剧的时候 我真的很多地方 我也看不懂 我告诉你 我也是 所以我不是唯一一个吗 我觉得唯一看得懂 只有 就是台湾女儿贼看得懂 台湾女儿贼是谁 你知道吗 知道他就是你的姐姐啊 对啊 我告诉你 他每一集 他看完 因为我们是跟播看 嗯 我觉得这部戏啊 我现在这边先讲 其实我觉得这部戏 他很适合 一次看完十集 把他当成电影规格来看 整部戏是蛮奇幻的 那我再跳回来 刚才说的 其实这部戏 他每一集 他都会有一个故事章节 然后评成一个 整个故事大纲 是 那台湾女儿贼很厉害的是 他每一集 他都看得出来 导演想讲什么内容 就是那一集的主轴吗 对啊 要阐述的 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 对 他比我更适合来做剧品 这样子啊 对 但是我就觉得 哦 我的角色是比较是 推荐这部戏 那我先来讲讲 为什么我说 天桥上的魔术师 是最大入围影子啊 好了 比如说 男主角 女主角 男配角 女配角 基本上能入围的 他都入围了 哦 真的很猛耶 他男主角入围的人 是 童星 哦对 那个小童星 李异乔 对 而且是这一部戏 天桥上的魔术师的 重要角色 每一集都有他 对 每一集基本上有他 但是这部戏 比较特别的是 虽然他是男主角 但他不一定是 每一集的男主角 对 我记得每一集 都有他的 自己独立的主角 对 每一集都会有一个 交代主角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 这部戏算是 以台剧来说 他蛮特别的 就是台剧蛮多 内容是会 牵涉到一个主线 一直在走 一直在进行 就上一集聊到 上一集我们聊 淑女养成绩吗 对 我们上一集有聊到 就是淑女养成绩 他基本上所有的角色 还是贴近在 陈嘉玲这个角色 本身发生的人际关系 是 但是 由他延伸出来的 对 那天桥上的魔术师 他就是当时的年代 然后当时的那个商场 是中华商场 对 中华商场 中华商场的 这一个生态 里面生活的人 每一个角色 他都是那一集的主角 对 而且我觉得会 个别拉出一个 等于说这一个主线 会有一个人来当主角 对 就是每一集 他不会说 其实我觉得 他即便你分开看 他也是蛮有 蛮有趣的一部 对 每一集分开看 其实可以当做一个 可以当做一部片来看 当做一部 我们有一段时间 常说的微电影来看 啊 微电影 对 对不对 就是像 我们必须要说 这一个应该是你的菜啊 Norri 对 我跟你讲 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呢 有几集 因为Norri 有几集没有出来 好像是 第二到第四来的第一集 反正呢 我一直在等他出场 奇怪 第一集这个哥哥不是很有戏吗 怎么都没有他的戏 直到后来 我忘记第一集 但那一集是以他为主軸的时候 那一集有看到哭 因为他演的 他那个内容是 很 我蛮前卫的 就是 女装 我本来以为是单 单纯演 同性恋 但不是哦 他是演 女装 好 我觉得这跟导演 他每一部作品都有关 因为导演是杨亚泽 杨亚泽他有 他蛮出名的作品 应该叫 男朋友女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有 我有看 就是张啸泉跟凤小月 对 然后贵伦美 对 那部有 我有看 好 其实我就觉得 杨亚泽他也是看不出来 是同 同志 就是同性恋 嗯 就我觉得 诶他的 但是他在 他在描写这样 这类的剧情上的时候 他处理的都很好 而且 很真实 我觉得这就要交给 就是有研究同志剧本的你来 跟我分析为什么很多很细节的部分 其实 因为像很多 写同志剧情的 不管是影集还是电影 我觉得 有一些 会让人家觉得难看的原因是 因为他演的不真实 就是太假了 很不像一般同志会发生的事情 可像杨亚泽导演 他写的 真的是 就像刚刚讲到的女朋友男朋友 诶男朋友女朋友 我忘记了 但这部电影 真的他写的就很真实 真的是同志会发生的故事 真的很真实 要强调三次 所以是很重要 真的啊 因为很 真实性也很重要 因为你太不切实际的剧本 观众看了也会觉得 只会 只会更多吐槽而已啦 好 为什么我会这样cue他 是因为这个人呢 有点疯 来 你再讲一下那部戏叫什么名字 这是我要特别介绍 叫做 柯在你心底的名字 这个人呢 给我看了16次 呃 哦 这边我还不包夸 就是他后来上Netflix之后呢 我又看了再 又多看了四五次吧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欸 16次 16次还真的是 全部都进电影院看 对啊 我想说到底有多爱 我 我真的有反复进电影院看的戏 只有 Cannon 看几刷啊 我看三刷 哦 我看第一次是跟我家人去看 然后第二次是跟 好 我不想讲 哈哈 好哦 然后第三次是跟朋友去看 是是是 总之呢 这三次 这三次我 我看的感受都不一样 可是 那你是什么原因去看三刷 我就跟你说我不想讲了 你不要那么一直问 好嘛好嘛 好奇而已 因为像我 看这么多刷 纯粹就是 第一我 其实有一大半的原因 其实不是因为我爱看 是因为 我想带别人去看这部电影 好 Gabben本身就是这样就被我带去看的啊 我那天吃完喜酒 他问我说你有没有空 我说干嘛 他说 哦 我想去看柯寨 柯寨 我们直接称简称好了 因为我发现我一直 我怕我讲错 没 柯寨 柯寨 然后他想去看柯寨 我就说 哦 因为其实我本身对这一类的题材 真的是没有兴趣 我就说 我就说 哦 好啦 当作打发时间 我就说 好啊 那 来去看好了 而且 我那天会约理那一场的原因是因为 他刚好搬在树林的秀台 然后 他有应后见面会 我还特别 就是 我不想一个人去 想到说 诶 Gabben好像也在树林 不然我问他有没有空看 诶 我很好诶 带你去看 不是看那种普通电影 是有应后见面会那种的 诶 而且 我还很过分 因为那一天吃喜酒嘛 所以我那一天是有稍微 装扮一下 然后 这样子 听起来好像我在化妆还是干嘛 没有 我只是就是 那一天穿的衣服比较紧一点 你看 我会比较 挑选过后 比较挑选过后 你要想 已经发福的人要穿 以前年轻的装扮的衣服 真的是有点痛苦 啊 是 然后 所以那一天就没有 就 那一天就没有自己骑车 那一天没有自己开车 我还叫他说 哦 你要 然后带我去看电影哦 那你要来载我 啊 对对对 我还记得我是去载你的 超美一品 好 那 这边的话 我们就留在之后讲到 柯寨这一部 因为 我们有一个许愿池 这一部戏一定会讲到 那我们再跳回来今天的 最主轴 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是 我觉得 呃 我要先讲到说 他入围的奖项真的很多 尤其像 灯光奖 美术奖 等等的 这些 他们基本上 连幕后观众人员都有 都有入围 尤其我们看到中华商场 这一个场景 他们是实际搭出来的 对那时候是搭在 戏纸的那个地方 但忘记哪一条路了 总之 很可惜耶 其实那个时候 我本来要去 因为我的公司在戏纸而已 我本来要特别去那边拍照 很值得去看耶 对啊 可是没办法 因为真的当时疫情影响 所以 他就这样被拆掉了 对啊 你看美术其实 很用心的把当时的场景 还原出来 其实我真的觉得 幕后观众人真的 非常的辛苦 而且看他们搭设起来的 用心程度 真的 对啊 是实际真的可以助人的那种感觉 对啊 而且也符合当时时代说 哦 有些场景 他的睡觉的方式 然后他的洗澡的方式 因为 好比说 中华商场 他们是共用卫浴 对 我记得 我记得最好笑的是 那个里面的小男主角 要去大便 不敢一个人去 然后就会拖他妈 然后拖大哥 去陪他大便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灯光奖 我觉得灯光奖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 我自己在看每一部戏啊 我都会去注意到说 哎 这些工作人员的名单 希望下一次 我们看到某一些戏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 哎 他在哪一部戏 也有付出过 记住这些人名 就好比说 我们现在在剪片 我们也希望 大家知道这些影片 是我们自己剪的 是 就是那个感觉是 其实 因为你自己投身到 就是幕后的 这个工作人员之中 所以你就会更加去注意到 幕后的这些无名英雄们 因为他们不像目前 会这么容易曝光 他们本身 甚至是他们是 透过金钟奖 或说这样子的颁奖典礼 才会让人家发现到说 有这些人员在付出 甚至就觉得 其实我们应该真的 要为他们得奖 把他们鼓励 甚至入围 要为他们加油 打气 他们才有 接下来动力 继续付出下一部戏 就是做 付出更多的爱 在作品上 对啊 我就觉得 其实大家真的是 可以花一点时间 即便是说 你不是在看名单 你在听片尾曲 其实你可以 多留一点时间 给电影之后的 那一段 离场时间 那些幕后工作人员 其实真的是 真正最后的 幕后最大工程 对啊 他们如果没有他们 真的是我们看不到 那么优质的戏剧 应该是说他们是 每一部戏的一个 我们说的一块砖瓦 由他们拼凑出来 然后才会有 荧幕前这些 亮丽的眼根 嗯 还有完美的作品 呈现给我们看 对啊 尤其演员 我们刚才说到 其实很多人入围 最意外的是 我当初知道 这个人是孙淑妹 就是女主角 就是演 我们刚才说 Norri的妈妈 对 也就是男主角的妈妈 对啊 我就说 诶我真是认不出来她 诶我说怎么会 尤其她有一个 招牌口头禅 我就是想说 孙淑妹这么 这么有气质的人 讲出这句话 对啊 我永远没办法想象 这个台语女歌手 竟然可以在 演这个妈妈的时候 演得这么的粗俗 对啊 那一句话 要讲出来吗 我觉得还是 没关系啊 大家都知道 是哪一句话 就不用特别讲了 就是 XXXXXX 对 而且我最 有印象的是 他们跟邻居玩的游戏 不是有一个 就是send他们的 哪一支 哦 哦对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五 moon 我就觉得 真的妈妈都玩这么大 是不是 对啊 他们就是 那种滑九拳 输得要 打胸部 对 然后想说 哇哦 原来妈妈都玩这么大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 男配角 朱宣扬 哦 朱宣扬 许记其实 作品越來越多了 是喔 我發現他在 天橋上的魔術師 他把他比我們剛才說的 Nori 演了更多戲 對 更亮眼 而且他的 他的角色是 我是看後面看四張CIVO講到 我才發現 原來他的角色是有帶到 這樣算爆雷嗎 其實他有一點是同志角色 喔 這就是 有沒有很特別在關注同志劇情 其實 像我 跟我同事 我們都很關注在 就是比較同志上的劇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才看朱宣揚這個角色 我們在開頭我們就覺得 欸 有一種 腐味 對 就大概有猜測到 有一點點到 同志的劇情 有腐就先加分 對對對 所以當時我們很吃朱宣揚這個角色 跟Nori這個角色 喔 沒有 因為我是 我真的是沒有察覺到 你沒有雷達啦 一定的 就是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他就是一個很正常在 我們在看每一部戲 都會有一個所謂的 校園霸王角色 對 胖虎 他就是類似像胖虎的那種角色 是 惡霸 對啊 所以 你說他是同志 我真的是沒有察覺到 但是 我現在爆了這個雷 大家可以是 留到 你們真的有看天腳上的魔術師 你們去觀察 其實很多細節上是看得出來的 像西裝店啊什麼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會說他是 他的角色有引譽說他是同志角色 是 是 因為 他每一個 呃 在這部戲每一個人 他都有一個代表的 類似像守護獸 對 叫他們叫做至尊員 對 那像朱宣揚 他在裡面那個謝派恩嘛 他的至尊就是貓妖 那至於貓妖為什麼 會有代表 同志呢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覺得就是 把它留到 你在看戲劇本身 你們會發現到說 其實這部戲他蠻多奇幻的元素 是 那他在奇幻的元素 他會有交錯現實跟幻想的畫面 是 但是我覺得這部戲呢 比起某些戲劇要 就是虛實交錯來說 他們算處理的很仔細 欸 真的是很好欸 連我這樣子的繪根都看得懂 講得多無腦這樣子 他別人都看爽片這樣子 對 因為我真的說實在 我真的一開始 我就講說 怎麼辦 我看不懂 是不是我太沒有繪根了呢 我覺得 導演 跟編劇 他們每一場戲的接點 他們都有讓 你在看的 你在看戲本身 都能夠發覺的到 這個其實是想像畫面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影域畫面 那我覺得這就是這部戲 有趣的地方 但是呢 我必須要 幫這部戲做一個結尾 你看這部戲啊 請把它一次看完 喔 對 因為我自己是 當初他熱播的時候 跟播一起看 我看到第六集的時候 我差點看不下去 喔 我其實我可以懂點心情 因為我有點看不懂 對 因為我想說 到底在演什麼 對 我還是沒有抓到 他的劇情主軸 是因為台灣女兒賊 跟我說 你仔細看某些點 你就會懂 導演想說什麼東西 是 那我直至是看到 最後一集 第十集 我才完全看得懂說 他在演什麼 導演編劇他想 交代什麼樣子的內容 給觀眾 是 我覺得這部戲呢 是我 我覺得在公式 在去年的很多戲劇來說 表現算很亮眼的一部 尤其真的是旗艦作品 他的旗艦作品的部分是 光場景他就花快 次之應該有千萬之一了 甚至可能要到億了喔 對啊 你看他的用心程度 只用在這十集 遇到疫情 他也沒辦法用這個場景 再去算一些 對啊 都還不能讓人家參觀 對啊 那我覺得這部戲算是 今年金鐘獎的最大贏家 另外一個是 他的確 我們也希望他可以得到很多獎項 來鼓勵這些演員 因為好比 他們光最佳潛力新人獎 他們就入圍三位 是 尤其像男主角李毅喬 他就是 對啊 同時也入圍男主角 又入圍最佳潛力新人獎 對啊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 可以花一點時間 來去看這部戲啊 是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像金鐘 有些人就說金鐘獎 金曲獎 有時候入圍名單一出來 他都不認識這些人 然後就說 那為什麼我要看這些 就是你知道有些酸民會講這些 那我反而會覺得說 其實像金曲獎 我才認識到這些人 是 發現這些人都是在為這些 這個產業做努力 是 反而讓大家更清楚 有哪一些作品是可以去關注 去認識到的 所以其實開拓你更多你的視野 你就不會只有局限在華語啊 或者是 其實很多地下樂團的歌 就是像你在金曲獎 聽到這些人入圍甚至得獎 你才會更加認識到所謂的地下樂團的歌 老實說我也是近 也是到近幾年 有開始關注金曲獎之後 才會去聽地下樂團的歌 你會發現這跟你平常聽的華語歌 又是更不一樣的 對 所以 拓展你的視野啦 所以其實像金鐘獎 金曲獎 金馬獎 他都是讓你去發掘新的作品 你可能沒有關注到這些事情 你可以有一個新的機會 認識這部戲 是 對啊 那我們接下來講第二部 剛才你講的是 《天橋上的魔術師》 還有陸為最佳戲劇獎 是 那另外一個是最佳迷你戲劇 他入圍的 就是《做工的人》嗎 對 他算跟我們頻道很有關喔 對 因為他的作者本身也有看布袋戲 對 就是他其實算是小說改編的 是 《走水路》 是 他算是其中一段的章節去改編成這部戲 是其中的章節喔 對 所以《做工的人》他其實 整部戲他算是蠻草根的 是 而且我先講 我先講這部戲啊 當初我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很出戲 因為演男主角 他其實是新加坡人 對 李明順 對啊 他講台語會有一個很特別的 那個Q 對 口音 我以為他在演那個 你知道 台灣人講台語有分 就是你聽口音 就像我們在《淑女養成績》講的 對 上次講的台南槍嗎 對 台中槍也有啊 台北槍啊 都有 他講台語會有一個 地方的強調叫 High Call Q 呃 我是覺得會很像 我在看新加坡電影的時候 他們 因為他們也會講 所謂的明南語 也會講華語 所以他們就會在劇中講 就是 Singerish 對 比較獨創一格的語言 對 像我就覺得 很像在看小孩不笨的感覺 呃 好 那我剛才說 跟我們頻道很有關的原因是 除了像剛剛有講到作者嘛 本身也有在看不帶戲 那第五集裡面 我沒記錯應該是第五集啦 他們 本身主角 跟男配角 柯淑媛演出的角色 他們很喜歡看不帶戲 對 他們兄弟倆 就是 都喜歡看不帶戲 就在 工地裡面 就現場 兩個人都演起來了 就很像我們小時候會做的事 你演素含真 我演 我演一夜書 那我最後要演夜小菜 因為都不用講話 夜小菜不用講話 真的欸 好輕鬆的角色 當然啊 對啊 所以他們講出一些經典名言 我想說 哇賽真的很棒 他真的有在 他真的有看欸 對啊 好比說 這時候他進入這句話嘛 世上最無奈之事 即便刀劍在手 或天下無敵 人是有救不了最想救的人 哇賽 講出來真的是好中二喔 因為其實這句真的 算很經典的 雖然真的名言 而且他並不是很 就是 他的角色講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角色 他竟然也知道這句名言 代表說他真的有在看欸 對啊 那我們就來講做功德人 我先講 我先講這部戲 其實我當初看最後一集的時候 我其實蠻難過 我沒有想到前面五集 那麼快樂 結果最後一集演這樣子 對啊 其實我這邊的話是因為 做功德人其實我是 他線上播完六集嘛對不對 六集播完之後 其實我大概隔了一段時間 我才去看這部劇 所以我其實早就被爆雷完了 但是 大家在爆雷的情況上其實只有講 其中一個人的退場 我並不知道另外一個也退場 所以我看到最後的時候我很驚訝 我說 大家應該 會想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爆雷都爆 對大家都知道啦 但我覺得就是 有興趣這部劇也沒看過的人 就是可以自己去 可以親自去看 然後讓自己更加了解那個感受 我只能說前面的五集大家都可以很輕鬆的看 但是最後一集他其實是把 前面的這五集的一些笑點 嗯 把它轉化成為 為什麼會到結局會變這樣子 是 對啊我自己覺得這部戲 蠻值得再回刷個一兩次 是我自己覺得可不可以看 裡面可以看 絕對可以看 真的可以再看一次 因為他六集而已 六集還不到一小時 嗯 那我覺得是可以花一點時間來看的 尤其我必須說 呃 跟剛才《天腳上魔術師》裡面 我們有講到Nori嗎 那這部戲有一個 也是 也是Arty的菜 喔對 我最喜歡他裡面的小結 因為呢 我當時看這部劇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曾鏡華 我就覺得 欸這弟弟長得真的蠻帥的耶 而且演得也很好 為他瘋狂去看電影十六次 你看真的會不會 沒有啦其實我 我其實是先早就知道這個人的 然後本來沒有這麼哀 就看了科德還之後更哀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真的是會演獨具欸 當初看到他就覺得他很讚 會演獨具咧 當然啦 我真的覺得很佩服我自己 我真的要氣死什麼東西 看部戲給我在那邊看肉 這是給自己的精神的 身心靈的洗滴好嗎 身心靈的洗滴咧 對啊 你不是洗眼睛是不是 哈哈 那你說好 那其實做工的人呢 就是他蠻貼近 可能我們所謂的 藍領階級 嗯 就是那樣子的生活型態 也許做工的人他們 我覺得可能在有些人的心理想法 會覺得 做工的人可能就是稍微 低人一等 可是其實如果沒有做工的人 我們不會有這麼舒適的房子可以去住 是 對啊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產業他們都有辛苦的地方 是 撇除一些我們自己心態上無法調整 我們都應該要尊敬這些人 是 對啊不會有誰特別高級 不會有誰特別的 呃比較沒有那麼的 就是沒有所謂的階級之分 大家的工作都是一樣的辛苦 對啊 沒有所謂你比較高級我比較低級 啊不是 哈哈 沒有啦我覺得做工的人 要闡述的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是平等 對啊 辛勞是相同的 是 其實關於這點那個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尋一下 在中時有一個報導 因為他有特別專訪說 欸為什麼 他會特別把布袋器放到 他們的劇中 這個作品裡面 這個有做詳細的講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尋一下 好 那這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這兩部戲 那其他我們也挑了幾部 我們有看的戲 來分享可不可以看 是 好第一部 他們創業的那些鳥事 那他唯一 我記得沒錯 他唯一有入圍的是女配角 簡曼書 啊 簡曼書那個角色真的是蠻讚的啦 我覺得簡曼書算是很突破欸 對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氣 很有氣質 然後講話就是 比較輕輕柔柔的聲音 哦 主要是因為簡曼書蠻多作品 都讓他蠻印象深刻 所以在 期待看 他們創業的那些鳥事裡面 蠻多 蠻強大的演員 好比說陳奕涵 是 林欣如 林欣如欸 對啊 然後 紫薇 紫薇 兒時的回憶不知道 對他的印象就是在那邊 然後男主角是邱澤 哦對邱澤耶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那個我都忘記他名字了 有點與二距離的男配角那一位 啊 林哲熙啦 哦林哲熙 對林哲熙有演 你就發現這部戲真的蠻多演員的 大咖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但是呢 我自己啊 我自己其實是不喜歡這部戲的 哦其實這部劇我發現評價蠻兩極的 就是我覺得可能是受眾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看完我會覺得 我花了好多時間 可是我卻看到一個不是我自己最滿意的戲劇走向 尤其這部戲他算是漫畫改編 哦是漫畫改編哦 這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他的編劇是呂石原 也是一個蠻強大的編劇 如果有錯的話大家幫我跟正齁 是 我只是覺得這部戲 他可能是因為比較漫畫的角度 就是角度 所以其實這部戲他蠻跳躍式的思考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的交代劇情來說 他沒有那麼的仔細 但是我覺得如果假設大家有時間是可以看的啦 我覺得看演員的一些戲劇長力還是蠻蠻有趣的 另外一個是像我們剛才說的簡半書 我女朋友啊他很喜歡學裡面的一個一句話 簡半書在劇中裡面他有講過 如果要討好男生 講一句話絕對會有用 哪一句我忘記了 他說不管這個人多大 或者說幾歲都叫他哥哥 啊對 那個時候裡面他們找不到人 他就說 只要加哥哥就可以了 對然後有時候女朋友想要買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就說 周哥哥我想買什麼 但是我可能自己真的很不吃這套啦 你應該是不吃這一套的啦 我就想說 喔你要買你就買 因為我通常就覺得你要買你就買 你跟我講這些幹嘛 因為他想要你掏錢吧 我通常是不會有太多意見 所以他後面也不會叫我周哥哥 他只是覺得很有趣 就是想要跟我玩的時候他會講這些內容 情趣嘛 情趣就是這樣產生的呀 對啊 好 所以其實他們創演的那些女老師 我們也希望簡半書他如果假設有得獎 那大家真的也可以花一點時間來去看 那假設簡半書有得獎的話 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去看這部戲 簡半書的演出是真的蠻突破的 尤其 我從對他的印象是氣質美少女 呃氣質女性 嗯 然後變成是一個動感美少女 這件事情就是 很突破我框架的一件事情 喔對呀我記得我都會一直學他講話 他講話真的是很爹 好 就是一定要講人家 人家 你是不是也想這樣講話 因為我有時候講話真的會跟我朋友 就不自覺就會加一個人家 對啊然後我們就會旁邊寫 媽的我要打死你 怎麼一次學他呀討厭 人家 你有時候傳訊息你說人家就覺得怎麼樣 我想說 幹你是想被我打是不是 沒有啊這就是一個個性的展現嗎 幹嘛這樣 然後再來 同樣入圍女配角 劉品妍 她入圍的戲劇是未來媽媽 喔未來媽媽這一部我就沒有看了耶 好我覺得未來媽媽她算是 三立 我自己覺得啊 這裡比較冒犯一點 就是三立蠻多偶像劇是蠻符合 比較年輕族群喜歡的 是 那我覺得她在 呃她每隔一段時間 她會有一個週五精選戲劇 那在週五的這部戲 就是未來媽媽她就是其中一部 喔 在題材上她就比較偏向 很像公式探討議題本身 是 未來媽媽她本身的就是來講說 在現代女性她遇到所謂的懷孕 嗯 她們會有哪些遇到的狀況 喔比如說三位女主角可能 其中一位她就是有不孕症 是 不孕症的是 是先生不孕症還是 老婆不孕症 現在算爆雷吧 哈哈 應該還好吧 因為像我其實我就 我只是 像我聽到說 我只是疑惑說 那是哪一方面不孕的 如果是老公不孕的話 那 可是這就是這一個 這一條角色線的重點 這樣子啊 其實 我們剛才講到的是說 立方 就是裡面的角色名稱叫立方 他叫立方 立方她就是 很想懷孕 可是都懷不上 可是都懷不上 然後可是 她又是有錢人家的媳婦 喔 所以她的壓力很大 她又要跟婆婆 有點像我們之前說的 媳婦跟婆婆之間 總是會鬥法 是 對啊 那這個關係裡面 她又加上是 有錢人家的媳婦 喔 媳婦 一定要這樣講 媳婦 OK 所以她的壓力更大 她的壓力可能也會造成 她可能真的是 有所謂的補孕的狀況出現 是 所以在這部戲裡面 會糾結在這一塊 在這一條角色線上面 喔 這樣子啊 我們再跳回來 劉品妍這個角色 她比較是 新時代的女性 嗯 她的重點是 其實我不用 有另一半 我也可以活得很 是 很快樂很自由 是 但是她遇到的感情線是 她愛上 有婦之夫 喔 那她在處理這段關係 她會如何去做抉擇 嗯 那就是想請請看未來媽媽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女主角 我覺得她沒入圍很可惜 就是郭樹瑤 你說瑤瑤嗎 對啊 郭樹瑤真的是 很跳脫我以前對她的印象 你說殺很大嗎 對啊 每個人都是對她殺很大 很有印象 但是郭樹瑤 我覺得她就是有把 蔡康永當初講過一句話 聽進去 是哪一句話啊 好其實 就像我們剛才說 殺很大其實她是比較清涼的造型 所以她其實 一開始就有點像是 就賣肉啊 大家都覺得就是賣那兩顆啊 這是有點 氣憤的狀況嗎 不然你也想賣那兩顆嗎 嗯也沒有啦 如果我練得起來的話 好啦 其實就是 郭樹瑤她一開始 是比較偏像是 男性會喜歡的 藝人的那種 對 就是真的男生才會喜歡的 對 那蔡康永跟她講了一句話說 呃你 就是你 我希望你把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來 喔天啊 這句話啊 很有深度 但是 郭樹瑤真的是沒有負眾望 就是她是 真的是 歐比說她演出志氣 大家看到她完全的改變 喔 我比較有注意到的是她在演電視劇 同理的少女是不是 喔不不不 在更之前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她把她可愛的本子也留著 但是演技 沒有讓我覺得是 沒有讓我覺得說她是沒有演技的女孩 我覺得你可以去看未來媽媽 Netflix也有 喔 而且我前幾天才知道Netflix 他們有些戲是不一定會一直上 不一定會一直留著的喔 喔對 他們會有合約到就會下架的問題喔 對啊 我要推薦大家趁九月底之前先去看一部韓劇 叫請回答系列 真的很好看 你看一集就會喜歡上 雖然在 在聊台灣的戲劇突然差一部韓劇 可是我只是突然間想到覺得 嗯 要講一下 那未來媽媽啊 這部戲絕對是可以讓大家看完是覺得 欸是有趣的 是不會覺得說 喔我看完不知道在看什麼 其實整部戲的節奏算是蠻OK的 它有點像韓劇的那種部分 它到了結尾 它會留下一個 喔下一集很大的重點會演出什麼 一個懸 一個一個 懸念 就是有一個勾讓你上勾這樣子 是是是 好再來 另外一部戲是我本身沒看 因為它集數有點太多 喔四十集嗎 對啊 對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剛剛不是有講到劉品妍嗎 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在部劇呢 我覺得很歡樂 很可愛 真的是怎麼那麼可愛 那 在部劇劉品妍也有演 而且 討人跟你的媳婦對不對 可是很好笑的是 其實我剛才聽你講未來媽媽 我都會一直聯想到 怎麼跟在我的婆婆的設定這麼像 因為 她在我的婆婆裡面也是一個 有錢人家的女兒 她是女兒 她不是媳婦 對可是她 就變成說她嫁去當媳婦 但是她就是一個所謂的惡媳婦 所以會跟你剛剛講的未來媽媽整個很落差 所以我會覺得 我剛剛就是有點想笑是 欸 怎麼跟我的婆婆的戲路怎麼這麼相反 而且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也是這一屆金鐘獎入圍的大贏家 她們也入圍蠻多相 好比說 男主角許捷輝入圍 對 許捷輝有入圍 女主角 我們的中心靈 就是演婆婆本身這位角色也有入圍 其實那時候看我的婆婆還有一個蠻好笑的地方就是 其實 中心靈本身年紀真的沒有這麼大 演她小孩的角色像 5566裡面那個誰 王少偉 對王少偉其實跟中心靈年紀差不多 結果她叫她媽 對啊 就想說憑什麼 我是覺得他們在演的過程中 那個互動是很自然很好笑的 而且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其實後面我們防疫期間 有些宣導片 還是用中心靈 還用這個婆婆繼續演出 對她有跟那個淑女的阿嬤 淑女的阿嬤 對楊麗英嗎 對啊我就覺得 就是代表這部戲有成功 大家對這個有印象 尤其那時候公司有講過一句話 公司在推這部戲的時候 就是他們劇名曲越來越唱 然後收視也越來越好 就是因為 他們收視開始好的一部代表作品 就是我們與二的距離 那在接下來推出很多部作品 也都收視都蠻好的 那他們就開一個玩笑 劇名只要取越長 收視就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的婆婆是這個 劇名是這樣來的嗎 沒有啦 她只是說 剛好有這樣子的巧合 只是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來看 那我應該也會 撥一點時間來看完這部戲 因為四十集真的蠻多的 但我會推薦這部劇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婆婆這部劇啊 她很可愛 但是其實她演的劇情 其實挺黑暗的 因為 我知道 她的小孩們其實都只是想要她的錢 可是她在這個過程中 她在演繹這些過程之中 是演得很可愛很好笑的 我可以講結局吧 因為我其實我原本不一定會想追這部戲 但是也是因為台灣 台灣女兒子也跟我講了一句話 她說 她覺得整部戲就是靠最後一集的一句話 是 是哪一句呢 她說 呃 許孟哲在這部戲有演 5566裡面 對許孟哲 因為有兩位都有演 那許孟哲她是擔任這部戲 全部的口白角色 她只有聲音她沒有 她演出的幾數很少 對很少 那她在結尾的時候她就說 其實這就是我家的故事 對 對 這就是 雖然很荒謬 但是她終究是我的家人 是 對我覺得這就是每一個家庭 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你雖然討厭這些事情 可是她畢竟是你的家人 你沒辦法討厭她 我記得在你們上一次講淑女的時候 好像女兒賊有講了一句話 我很贊同 她說 不要覺得看這種家常 就是這種日常的事情 是很無聊的 台灣人最愛看這種劇情 因為就發生在你身邊 一定會發生的 對啊 你就會更感同身受 我反而覺得真的 反而是更貼近我們的距離 所以我才會 這麼喜歡看所謂的成長戲劇 是 因為我覺得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她每一個角色 她都有所謂的成長過程 對有 她每個角色都有成長 尤其她40集 應該在成長的過程 是很明確可以感受得到 尤其中心靈本身的角色 我光知道說 我大概看完了一些內容裡面 我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到 她在每一集裡面的突破跟改變 是 對啊 這個婆婆她到底 從以前的比較傳統思維 如何跳脫到現在結局裡面會呈現的感覺 那這就保留我之後看完再說了 好 所以其實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等我看完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 哪些點可以看 是 那我自己覺得 在剛才我們推薦蠻多戲劇的 好比說 停腳上的魔術師 我覺得 她絕對是可以看的一部戲 是 然後再來是 做工的人 她只有6集 大家應該是可以看一下啦 就是 不花你太多時間 只要你劇化的時候 你就把這些戲拿出來看一下 但是做工的人應該只有買video 跟catchplay有 是 所以這邊也可以跟大家 後續我們再講到這個生態 其實很多戲劇啊 為什麼會有獨家平台來上這些戲 這些牽涉到後續一些 我們製作上的遇到的問題 是 然後在他們創業的那些鳥事 呃 我覺得 大家可以評估一下再看 我自己是 不喜歡啦 可是 但像我 看我其實是蠻喜歡的 它是蠻輕鬆的一部戲 是 可是我會覺得 以劇情來說 它可能 比較沒有符合我喜歡的層面去走 是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喜歡的戲劇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我這邊很主觀的 這件事情 大家也不要攻擊我 只是 不吃這一 這一類戲劇 畢竟 做頻道版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都有帶 帶有個人主觀立場的 對啊 我們之後來做一個幕後話 去來講這件事情好了 我最近好傷心 好 再來是未來媽媽 是 好未來媽媽的話 我自己覺得 還蠻可以看的 就是 一樣的是 你只要不知道要看什麼戲 然後你對台劇又 蠻有興趣的 這部戲是蠻值得你去看的 是 尤其Netflix也有上 是 然後再來是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她有上Netflix嗎 有 後來全部播音之後 她就上上去了 好 那我就會找時間來把它播完 因為 這樣子應該聽得出來 我們有賣哪些平台的戲了吧 我自己是只有買 Friday跟那個 跟 Netflix Netflix嗎 對啊 那我多一個 那我多一個愛奇藝 對 喔 愛奇藝我有買 因為要看淑女嗎 喔 對 當時就是 對啊 可是我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把它當第四台再 偶爾訂閱這樣子 好啦 那其實今天 介紹完這麼多戲劇 跟我們自己收拾習慣 那也希望這些 這些幕後工作人員 跟這些演員 都可以得到他們 最想要的獎項 然後也支持他們 也希望他們可以 無願以歸 報到這些獎項 雖然我覺得有些是 神仙打架等級的 喔 對 我覺得好難選喔 對啊 每次我只要 就是重點獎項 我都會覺得好緊張 然後只要看到那種 幕後工作人員得獎 我也會想說 喔 這部戲很棒 它真的是很用心 是 所以大家就抱著這個角度 來去看每個頒獎典禮 不要多了就說 啊 誰啊 我又不認識 我又不認識 我沒看過這部劇 所以不要這樣子 大家多給這些 幕後工作人員支持 我們家阿提也是這樣子 一步一腳印在做這些事情 還好啦 我們小小助理小小助理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我們每個禮拜六 晚上八點都會在YouTube 跟Podcast平台都會上線 那大家如果收聽久了 應該會發現 哪一週會上哪一集 自己去發掘一下 只要有聽完Podcast 也希望大家可以 留一下言 或是留一下五星評論 讓我們的節目更多人看到 因為我發現最近蠻多人收聽的 可是就是 只有大概聽過而已 對啊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做節目 更大的動力 對 最大的動力啦 對啊 然後YouTube我們也是會做出像 影像版 因為有些人是喜歡看影像的 是 那我們希望後續 比較有時間的可以做比較深入的解析 那我是Kevin 我是阿蒂 我們下次見囉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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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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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